一人接著一人 张亚中发起牵手护中正 要捍卫蒋中正 带领着长长人龙绕行自由广场 台下民众放眼望去破百人 人人国旗穿上身 看来是中华民国派 张亚中号召立强现场 还来了应小微侯汉庭等名代 而蒋家后代蒋万安 张亚中曾公开喊话邀请 不过蒋万安办公室说 因为疫情取消所有行程 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 朱主席不来 难道是因为先前角逐党主席时 张亚中身世强造成威胁 所以才刻意避开吗 谈起民进党朱立伦就开炮 但谈到张亚中一度还想转身离去 而对于总统肯定蒋经国反共保台 张亚中不这么认为 民进党只是把这个蒋经国作为一个反共的 这个审主牌 其实是对蒋经国先生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解释 中国国民党面对两讲的问题上是 其实你是不可回避的 你一定要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 见不到党主席张亚中只能隔空喊话 TVBS新闻苏凯成 华绍平 李怡婷 声音小组 台北策划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